太誇張了 怎麼可以打孕婦 太扯了 因為其實比較怕的是模仿效應 因為我們其實蠻擔心 因為我們工作室平常在影片中 也是都沒有在避諱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所有藝人朋友 要更加的注意自身安全 大家好 我們是WIPBOY 欸 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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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昨天那個 就是他自己的事 我覺得這馬上抓到耶 他不是往回跑嗎 那趕快調監視器 這太誇張了 怎麼可以打孕婦 太扯了 因為其實比較怕的是模仿效應 因為我們其實蠻擔心 因為我們工作室平常在影片中 也是都沒有在避諱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所有藝人朋友要更加的注意自身安全 那你們有關心一下阿嘎的狀況嗎 有 有稍微關心一下 對有關心 防不勝防太離譜了 騎車騎到一半這樣子 我就要馬上抓到 大家趕快調監視器來抓這個黑衣男子 真的真的 傳信息給阿嘎嗎 FB 因為我們有個群組 他有沒有回應 他還沒回 因為我們那個群啦 很多YouTuber的群組 阿嘎他非常的照顧後輩 然後他台上台下都非常的有禮貌 然後 對就是一致 他非常會做人 就是YouTuber界的李藏博的概念 那當網紅這麼久啊 有沒有曾經那種不小心得罪到誰 然後被威脅的這種例子 喔我們兩個好像蠻常發生 但其實我跟你說 就是因為我們位置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不做任何事情 也會變成別人針對的目標 所以我們只能更注意平常的言行舉止 就是昨天看過那個事件啊 嗯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你看到第一時間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覺得說太扯了吧 就是真的是 就是2020年真的是各種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然後各種神經病瘋子 就是怎麼會有人會覺得說 想去攻擊一個孕婦 對啊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上今天那樣 太扯了 很誇張 對啊好險沒事 那自己有沒有遇過一些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事情 就可能遭受到人身威脅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狀況 人身威脅 我自己是之前有在直播的時候 會遇到比較瘋狂的粉絲 會跟蹤 會什麼的 沒有遇到說被陌生人攻擊 對那如果有說真的人身威脅 可能就是之前有一些不好的感情啊 可能那個 對方啊 會有暴力傾向 或是有一點精神狀況 那就真的很可怕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路上的瘋子 因為真的是路上的瘋子 他就算被抓到啊 他可能跟法官講說 我有病 然後可能就又沒事了 剛剛講到說被粉絲跟蹤 那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打電話啊 假裝 假裝就是在跟沒人講電話啊 不然就是走走走 就走到可能警察局啊 就直接就是做事要報案這樣子 然後那個人就走了 對啊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酸民 可能留言然後留得很難聽 留到你覺得要報警的那一個 留到很難聽喔 嗯 其實我對酸民的包容性都算大 我就覺得言不見為盡 但是有那種會攻擊 亂攻擊的啊 或是像我之前有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拿這個 去笑 然後我就會故意 就是在底下留言 貼個什麼法律的那個什麼 都還沒有真的去對 他們有做什麼比較告啊 這種大動作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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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